各位有趣的灵魂 我是电子叉烧 博伟君 夏日是怀旧的季节 学生们也都放假了 咱就说 类型作品里 尤其恐怖类的和惊悚类 有一个最常见的场景 就是学校 在一个追求知识的地方 发生超出知识范畴的事 总是能制造出一种反差 带来一种强烈的刺激感 所以不管是小说 电影还是游戏 学校题材的恐怖作品里边 主角十八九都是学生 甭管是男是女 这些角色 在我看来都可以 简单的概括为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手脚麻木 大脑短路 前脚装逼 后脚归膝 走身不走心 鬼来鬼附身 名字老三样 死法不重样 真的 咱们放眼那些相关的作品 你会觉得我的形容太准确了 在接近二十年前的时候 曾经风光过一时的 经典恐怖游戏 恶业杀鸡 就这么一部典型的 校园题材的恐怖作品 主打双人合作 互坑互害 然后时光仍然 它也是我的童年回忆之一了 想必也是 我很多观众的童年回忆 三年多前 我算是简单的 讲一下第一部的故事 但是并没有深入 这不正好吗 这月初 我又录了第二部的流程 但首先还是要 深入挖掘一下 恶业杀鸡第一部 主线之外的故事 毕竟第一部 才是最经典的 恶业杀鸡第一部的预告 也非常的经典 我试着修了一下画质 但很可能修了个寂寞 总之咱们先穿越时空 试想咱们回到了这个故事中的2003年 然后体验一下这部预告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出發吧 來吧 待會 好,出發吧 惡夜殺機是法國的開發商 海德拉視覺娛樂開發製作的 多家發行商在不同國家發行 這其中就有上海玉璧 這就不得不再次提到 2005年左右 我剛上初中的時候 我和我家人去我們這邊 西丹圖大廈 還是王府頂书店來著 買了這張打折處理的軟件 也就是惡夜殺機第一部 上海玉璧和這個 什麼什麼鳳凰出版傳媒 那時候中國國內比較流行的 PC遊戲盤都是什麼 就記得什麼芝麻開門 開心證版 阿拉神燈 然後還有什麼更地下一點的 藏經閣那些 其實基本上都是精裝盜版 咱就看到這個惡夜殺機 在當時國行是叫驚悚空間 封面非常吸引當時的小孩 就像我這樣的視覺系的兒童 咱們看它正面寫着 在這所學校里 你會學到永遠不想知道的東西 然後背面是 在這所學校里你要學的不是知識 而是如何生存 只有最好的才能活下來 獨有特點 雙玩家合作模式 恐懼席卷高中 第一款美國青春恐怖電影類型的動作遊戲 痛苦的哀嚎在高中荒废的走廊間回荡 隱符的怪物躲藏在陰暗中 而我們的五位少年英雄將把光明帶入黑暗之中 並經歷永生難忘的驚魂之夜 嗯 這個小玩兒寫的也算文采周周了 二十年前了 這估計我當時腦子裡邊 橘屏阿姨都開始唱歌了 即使現在時隔近二十年 打開這個光盤的盒子 還是能聞見一股淡淡的雷射香氣 現在想吸都吸不到了 總之惡夜殺機一轉眼也要二十周年了 他留給大家的印象可能也是校園 男女怪獸這些標籤了 不過他還是有一個很奇特的世界觀 包括横跨了兩部的暗線故事 那我就是要懷舊的同時聊聊他這個暗線 一切都要講到一個名叫 Delta Theta Gamma的兄弟會組織 為了防止我這舌頭排意反應 我就叫他德斯嘉兄弟會信達雅 因為故事深層背景 始終沒有繞開這個秘密結社的團體 這是他們的標誌 這個兄弟會組織是故事虛構的 他們從1805年建立 到惡夜殺機第一部故事的2003年 也算是一個存在了快200年的組織 創始人叫傑里德克勞利 這名的可能是借鑒的英國那一位 阿雷斯特克勞利 咱之前伊利哥視頻里面提到過 在惡夜殺機的故事中 這個兄弟會組織在世界擁有96個分會 每個分會都有各自最高的司儀 然後整個兄弟會都是由一個叫 荣誉兄弟的行政團體控制的 在這200年裡一直遵循著嚴格的守則教義 這個創始人姓克勞利的這哥們 他起草了三大信仰支柱 以及他們的普世價值觀 他說絕對的知識必須要在開明的靈魂和 無知的人群之間保持平衡 上層思想和其他的思想要分開 為世界提供利益 從而推動人類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兄弟會的成員願意為人類的利益 犧牲一切 如果有必要 甚至可以犧牲人類自己 草點太多了是吧朋友們 地球該說了 還有這好事 麻溜的 我謝謝您 這不業界標準大反賣嗎 這就好比孩子 你乾爹也是為了你好 誰讓你晚上睡掉老瞪被子的 這不是怕你著涼嗎 咱們大不了百腿聚了 要不腦袋也不要了 省打噴嚏 真要感冒了還得了 這個兄弟會組織有三大信仰支柱 知識卓越慈善 第一大支柱知識 當然就是和無知相對了 驅持世界知識是必備的 德斯嘉兄弟會的組織很多都設立在大學裡 他們的第二大信仰支柱是卓越 這就要求成員要絕對的意志力追求完美 超越人類的極限 言下之意必要的時候可以不做人 第三大信仰支柱就是慈善事業 說成員要擁有慈愛的胸懷 把全人類的福祉放在首要位置 這反派說慈愛那不就相當於打是親罵是愛愛到深處用腳踹嗎 咱就說這個德斯嘉兄弟會這條暗線 確實是惡夜殺機裡邊藏的比較深的 他們至少已經在很多大學裡建立了據點 很多成員還藏在學生會 校會的內部 往往那些學霸級別的學生才有資格加入 畢竟打著科學知識改變世界的口號 確實網羅了一批高材生 並且進入這個兄弟會之後也是要一層層的往上爬 才有可能成為高層成員 估計沒點背景也沒戲 德斯嘉兄弟會一點點把這勢力擴張到了政界科學界 並且能拿到很多的財政援助 擁有很多特權 雖然它是這麼一個宏觀的設定 但是惡夜殺機的故事 一直都是發生在一個不太奇異的小城市 福爾克里克市 為了信打雅一點 我就直接叫它洛西市了 這洛西市被一片森林的環繞 有湖泊 水電站 荒山野嶺和面積不大的城區 有一所大學就是第二部背景的洛西大學 而第一部故事發生在這個城市里所 斯里高中 利福默高中 故事中的資料文件有這麼一段記載 說一份官方工程驗收文件顯示 有一個代號503的項目提交了驗收文件 投資人是一對雙胞胎兄弟 倫納德弗里德曼和赫伯特弗里德曼 1899年10月工期開始 1902年1月竣工 這個項目功能是斯里高中 有多棟建築 主樓設有教室行政辦公室 圖書館 健身房 宿舍區 雙層餐廳 劇院 衣物室 還有不同類型的工作間 可以說算是很豪華的學校了 投資這所學校的 弗里德曼兄弟算是一對學者 在植物學和病毒學領域有很深的造詣 這哥倆曾經一起去非洲探險 尋找一種要用植物 大概是在投資學校之前的幾年 189幾年左右 兄弟倆在非洲大陸邊緣的一個小島上 有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發現 兄弟倆中的倫納德在一本旅行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這麼說的 這裡的植被真的很奇怪 尤其是樹木 又兩個搬運工失蹤了 我們還發現了一具被砍傷的屍體 當地人很害怕都想離開這座島了 然而我認為我們正在實現我們的目標 植物群的進化與我們的進程幾乎同步 這在自然規律甚至道義上都是很難解的 奇怪的是動物群變得越來越稀少 空氣變得陰沉 萬賴狙擊 在這裡發現的標本和地質情況表明 這個島嶼與世隔絕 經歷了三千年的平行生態發展 但這樣短的周期不足以引發 如此残酷的生態變化 除非經歷幾百萬年才可能 肯定是某種東西加速了物種和生態系統的變化 我想知道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很快我們有了一條線索 一夜之間出現在植被上那種黑色腐爛物質 隨著我們向北前進似乎越來越常見了 痕跡表明這可能來自於一種快境植物 明天我們必須到達火山的頂峰 島上這一地區的土壤較輕 應該有助於我們對於地下土壤的分析 1895年6月21日 這一發現徹底打通了兄弟倆的思路 他們花了很長時間去調查島上的生態 直到他們倆發現了一種特殊植物 被命名為莫提菲利亞 想給這種植物分類特別困難 這種特殊的植物會長出一種 仔細觀察才能看得到的微雄芽 這些芽註定不能形成新的植物 但可能會長出其他的葉子 像寄生蟲和蜘蛛一樣的外觀 解釋了它們以過渡方式繁殖的能力 一個超大吸盤的存在印證了這種假設 在仔細對芽進行了研究之後 兄弟倆發現 這種芽有著驚人的發育能力 這植物徑部的數百條線 還已經證實了這個植被長寿的現象 切割了這種植物的木製部之後 發現導管完全乾燥 沒有一絲潮湿的痕跡 這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它並不是靠根部吸收水分生存的 那麼這樣的前提下 葉綠素細胞是怎麼流通的呢 然後它們倆就發現 這植物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會釋放那種黑色物質 這種物質來自於根部的現體 在外界生物環境中屬於有毒物質 然後這術語挺專業的 說在暗量暗三層結構觀察中 無論DCPIP存在與否 都發現雙氧濃度的變化 就說這種植物對於暴露特別的敏感 它們居然害怕光 植物居然害怕光 這種植物的特性違反了植物學的規律 弗利德曼兄弟倆越來越覺得奇怪 就開始把研究重點放在遺傳分析上 發現這種植物沒有用於交換遺傳物質的過程 它這個有絲分裂是通過兩種不同物質 進行遺傳交換的 可以肯定 這種叫莫提菲利亞的植物 常受到難以置信 而且特別容易雜交繁育 後續一陣子的調查中 兄弟倆發現了這種植物的生長方式 它們是在夜晚才會開花 從根部的現體裡會釋放黑色的包子 這些包子可以覆蓋在動植物的身體表面 腐蝕消化它們 然後寄生成為新的副本 這種黑色包子就有抗衰老和愈合傷口的能力 弗利德曼兄弟倆就開始琢磨 這種植物的長寿和再生屬性 能不能轉移到人體中呢 一有了這種想法就收不住了 提煉出了一種理論上的抗衰老血清 然後寫了一本書名字叫 《永生是可能的》 他倆還想繼續搞研究 但是前提得先改入到一大筆經費 下一步就是要開啟人體實驗了 然後在一次重要的學術會議上 多方人士對這兄弟倆的研究展開了討論 兄弟倆有個朋友 叫沃爾特克里丹 他參加了這次會議 還寫了一封信給這兄弟倆 意思是 學界強烈反對你們倆的理論 董事會肯定會採取反對意見 有不少言語惡毒的人 都認為你們這項研究既不道德 還會給科學界蒙上污點 而且這種人體實驗理論也違背了醫學倫理 得不到生育就只有被遺忘的份兒了 這個朋友擔心兄弟倆會避開科學界的視線 私底下做實驗 然後會受到法律制裁 所以就勸他們停手 不久之後 這國會技術辦公室的領導就決定了 封殺兄弟倆的研究項目 撥得全部研究經費 把這兄倆從國際科學委員會 雙雙開出會籍 對他們倆的研究報告做了銷毀處理 甚至把所有的設備都要沒收 這兄弟倆中的倫納德就非常不爽 覺得所有人都在干擾他自己的研究 一方面缺乏認可 另一方面也缺少後續的資金 所以兩個人把算盤打到了自己投資的學校上面 其實他們投資這學校的目的 就是為了做人體實驗 倫納德的妻子伊麗莎白成了這個學校的護士 這個赫伯特弗利德曼成為了校長 然後他們的人體實驗理論 就被故事中這個德斯嘉兄弟會聽說了 兄弟會就打算出一筆錢介入這項研究 但是被兄弟倆給拒絕了 然後倫納德和妻子用老鼠做實驗 但是後果超出了預期 注射血清之後 這老鼠發生了一些排液反應 直到三周之後才穩定下來 然後他們就決定 把計劃好的地下秘密設施做成一個實驗室 把抓來的學生就關在裡邊做進步的研究 於是他們就繼續提存新一批次的血清 1903年初這倫納德按耐不住了 開始盤算先拿自己做實驗品 他就準備給自己注射最新批次的血清 他妻子伊麗莎白非常的害怕 想阻止他 導致倫納德大發雷霆 於是伊麗莎白就寫了一封信 給自己這個丈夫雙胞胎的兄弟赫伯特弗利德曼 但是等到赫伯特收到信的時候 這倫納德已經在實驗室裡邊給自己注射了 然後與此同時他記錄了一份觀察報告 說1903年1月18日 倫納德似乎對自己後續處理的不錯 沒有任何特殊症狀 本來以為沒事 但沒想到兩個月之後就不對勁了 1903年3月24號 倫納德的皮膚上就開始長出一種黑色素瘤 這種腫瘤擴散的速度並不快 但是數量非常的驚人 就導致他的身體狀況開始惡化 1903年3月30日 倫納德的皮膚對於紫外線輻射的超敏反應 和由此引發的一種病變 和這個色素性肝皮症很相似 這種病本身是為了防止皮膚癌的基因突變才引起的 而且理論上這是一種遺傳病 1903年4月18日 倫納德的身體被陽光灼傷了 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必須得避光 因為陽光照射引起在體內那種植物 莫提菲利亞基因的劇烈反應 他們之前都沒有預料到 因為之前都是在暗房中對老鼠做實驗 這次灼燒造成嚴重的傷害 讓倫納德全身的皮膚都開始發生突變 1903年5月25日 突變的速度減緩 但總體上也相當嚴重了 這個校長赫普特弗利德曼非常納悶 自己兄弟到底怎麼扛過來的 這個時候倫納德的傷口已經結痂了 看著就跟樹皮一樣糙 而且這層東西會一直覆蓋在傷口那兒 突變對於他的骨骼和新陳代謝的影響 損害非常大 而且不可逆轉 倫納德的孽液和他上肢受損最嚴重 這份報告一直記錄到了一年之後 1904年6月30號 倫納德的病情終於穩定了 但是他的精神狀況非常差 外表甚至已經不能稱之為人了 現在至於他的唯一希望 就是找到相似症狀的實驗老鼠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種根除植物基因 並且讓實驗者恢復初始狀態的辦法 然後這個校長赫普特就開始向 德斯嘉兄弟會求助 兄弟會對這個實驗非常感興趣 認為這能造福世界 幫人類戰勝死亡 於是兄弟會就援助了他大批量的實驗老鼠 但是一連實驗了N多次 沒有一次成功 絕望的赫普特校長就把目光放在了自己和兄弟 創建的這所學校 他和弟妹伊丽莎白一起商量好了一個陰謀 大概就是把這個學校地下一些隱蔽的設施 當作實驗基地 在裡邊研究人體實驗 實驗對象就抓學校裡邊現成的學生 德斯嘉兄弟會 負責提供資金 外加上幫他們掩蓋學生失蹤的事兒 1904年5月 這兄弟會就正式把福利德曼兄弟倆 列為了榮譽會員 在這個1904年之後 倫納德的身體還在不斷的變異 身體開始越來越畸形 這時候他已經被轉移到了 學校地下的實驗設施裡 相當於被永久的關起來了 那之後他開始在黑暗中進一步的膨脹 身體已經長出了類似於根須的結構 越來越像一棵肉做的樹 他身上這種根越來越多 開始鑽進地板下方更深的地方 慢慢的他就失去了大部分人類的特征 只剩一張臉和大腦了 99隻語言能力也慢慢退化了 在地表之上 倫納德的妻子伊麗莎白 成為了利福默高中的女校醫 協助霍普特做實驗 一開始抓了幾個學生到地下 注射了血清做了一系列的觀察 尤其是觀察他們的突變情況 但是每個學生的變異情況都不太一樣 總體上來說分成四類突變 第一類突變 基本上所有的實驗者都會發生 把全部的實驗者暴露在紫外線之下 他們都會產生黑色素瘤 大概是因為人體細胞使用了特定的蛋白質 來對抗這個血清 但是紫外線照射會阻止這類蛋白質的生成 直接造成實驗者患上這種皮膚癌 屬於一種惰性的誘變 伴隨著他們這個癌症的擴散 實驗者會出現第二三四類的突變 其中這第二類突變 實驗者的身體有整體變得非常的肥大 或者說其中他身體一部分變得非常肥大 要么胳膊 要么手 要么舌頭 這個過程中他身體會破裂出現很多傷口 然後就變成壞居 第三類突變 這類實驗者的中樞神經會位移 整個神經系統變得特別的鬆弛 然後就被一種植物特徵和人類特徵的混合神經系統給替代 整體上會變得非常的龐大 但他頭部不會變得太多 因為其他身體器官全部都變異了 長時間沒有血流之後 實驗者的頭部也會慢慢消失 然後第四類突變 這類突變往往會發生在非無菌環境中 比如說這個實驗者接触到了異物 什麼蒼蠅啊變形蟲之類的生物 一接觸之後就被融合 逐漸變成一種不可控的形態 完全失去原本的特徵 在進行了十幾年的地下實驗之後 為了掩人耳目 赫伯特弗里德曼製造了一場假死事件 在經過這個德斯加兄弟會的包裝之後 就成了這麼一件事 說1921年是有人最後一次見到倫納德露面 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 倫納德弗里德曼突然死於一場 飛機失事 整個洛西市都悼念了這位學術大亨 科學界的人也對他表示了尊敬 大多數人並不清楚他死亡的真相 他在報紙上就被渲染成了一個 優秀的飛行員在人生最後一次飛行中 機體發生了故障墜海了 飛機上只有他的兄弟赫伯特僥幸生還 後續被救援 而倫納德的屍體下落不明 這件事密不透風 外界都相信了這說法 而實際上真正的倫納德已經變異到沒有人樣了 1926年9月24號 赫伯特弗里德曼記錄了一份日誌 已經67歲的他覺得自己命不久矣 然而20多年的實驗除了製造了一堆變異體之外 什麼有效的收穫都沒有 而赫伯特覺得想要鋭而走險 除非給自己也注射血清 應該是1921年到1926年期間 伊蒂莎白和赫伯特都給自己注射了最新合成的血清 為了防止自己變異 他們必須得小心謹慎避免在白天出門 避開紫外線的照射 在這樣的前提下 兩個人的衰老都大大減緩 還因為這樣超脫了壽命的限制 能夠繼續進行實驗陰謀 其中有一份被找到的實驗記錄中 描述了被抓走學生的下場 實驗體22號 2月17日年份不詳 實驗體年齡17歲 RH血型陰型 測試編號1735的準備工作 無菌條件下置備 37度下置備50個小時 7.2毫克每毫升的XGM 100毫米的什麼什麼什麼 在100毫米的PH7.8的磷酸鹽氏子中置備 注射藥劑後紫外線暴露時間72小時 注射前等待時間20天 病理學水平3級轉移性 指導反應 第一天病理穩定 體溫33度 第二天病理不穩定 體溫38度 第三天大量出血 體溫43度 最終失敗 實驗體死亡 然後得出一個實驗結論 在人體中 XGM誘導的周細胞凋亡 受氧化應激的誘導 這種應激必須得到控制 雖然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專業術語 但是可以看出來 實驗過程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他們這應該是在研究變異的解藥 給那些被感染後的變異學生注射測試 但是直接導致了學生變異體的死亡 而這些都是外界不得而知的 然後在外界報紙上 記錄了這所學校發生的各種怪事 第一次上報紙說 利福默高中再次成為了爭議的焦點 高二年級的學生格雷格安德森 在周一晚上失蹤了 當天下課之後 同宿舍的朋友意識到他失蹤了 那天安德森本來身體就不舒服 去了趟校醫室 那也是最後一次有人看見他 又一個學生人間蒸發了 利福默高中的失蹤名單變得更長了 一個新的受害者 湯姆麦休斯特失蹤了 目前為止警方還沒有找到真正的線索 很多家長決定讓孩子們轉學 五年來至少有12名學生失蹤了 而且沒有找到任何線索 利福默高中失蹤事件頻發 警方採取了新的措施 上周四 第16名學生理查德克雷格失蹤 外界紛紛開始爭議 有一個失蹤孩子的父親弗林特 從警局裡氣呼呼地走出來破口大罵 政府干嘛呢 什麼時候下令關了這垃圾學校啊 他媽的一帮草包 敢拿錢不干人事 不想回家抱孩子去 穿條狗還能溫出個味呢 很快校長赫普特弗里德曼 就來接受記者采訪 就表示 這個貌似藏在我們學校的瘋子 只會對住宿的學生們感興趣 因此 根據法律和相關部門的協議 我們學校決定關閉酒社區和周圍的所有通道 直到恢復秩序為止 在最後一起失蹤案發生之後的三年 沒有一起案件真正被調查清楚 校長赫普特就宣布 在關閉宿舍區之後 瘋子沒有再對學生們下手 所以一切恢復正常 就這麼著 一直持續到了近半個世紀之後的1969年 整個利福默高中已經發生了26起學生失蹤案 而這些年來因為德斯嘉兄弟會的操作 外界完全沒有關注到這些失蹤事件 就算家長投訴也會變成沒有調查下文的個例 就在這個1969年底 有一個名叫埃倫·加德納的學生 私底也就展開了調查 他斷斷續續把自己的調查結論寫在了日記裡 然後這段正好是一段動畫過程 2月2,1969 我叫阿先九二,1969 是我阿朝的恩格格?! 而且這我的記憶 26 我現在已經研究到26性 당光臨人 口接著的公司 ICH最討厚的地方 是不會讓我們來解釋 我們的公司 內組曾經遵よう 博士們倫和俄祖 博士們現在博士們 我只是找到他的生意的姓名 依照我的貼文 為什麼他們都很年輕 我找到這張照片 某個女士 或者是 她看得到很像 女士 照片 從這個 19th 紐士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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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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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子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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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你读到了这封信你可能和我一样 被赫布特弗里德曼给关起来了 我出不去了 但你可能比我幸运 恐怕我很快就会像其他学生一样变成小白鼠了 如果你真的出来了 帮我个忙 我已经把所有能搬到弗里德曼的证据 都藏在我宿舍的保险柜里了 找到他 但是过了三十多年也没有人发现这个线索 直到2003年了 这所学校刚刚经历了百年校庆 而霍伯特弗里德曼还在担任校长 他显然已经快150岁了 但是外表看着还像70岁左右 他弟妹伊丽莎白看着也不像一百多岁 然后这一年 2003年咱们就迎来了故事中的主角团五人组 因为前几年我已经讲过第一部主线的故事了 所以这次咱们就简单聊聊这些角色的身世 和他们个人的一些特点 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技能 首先是肯尼 全名肯尼马修斯 19岁 名义上第一个登场的主角 是整个高中篮球队的队长 身强体壮 能跑能跳 成绩不上不下 经常逃课 脾气比较暴躁 做事冲动不计后果 大部分时间都在和自己的朋友打篮球 剩下的时间就和他女朋友阿什利约会 他在这故事中 特殊技能是移动重物 而且他体力回复特别快 然后第二个角色就是肯尼的妹妹 山农马修斯 年龄17岁 第一部的时候留着一头金色的短发 静格和他哥哥完全相反 聪明冷静 学习成绩优秀 是利福默高中最好的学生 在当地电视台的比赛里边还拿过冠军 他自己不怎么待见自己哥哥 特意让自己显得特别成熟 他的特殊技能是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 他可以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一些字迹 或者说线索 还有额外的治疗加成 第三位主角是阿什利·汤姆森 18岁 是咱们第一个主角 篮球队长肯尼的女朋友 外表和气质都比较成熟 虽然不会轻易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但是必要的时候下手稳 准 狠 性格上比较孤方自上 在任何场合他表现得很成熟 而且他尤其学过格斗技能 会使用基本武器 单手就能开枪 他和他男友的妹妹山农的关系非常好 他的特殊技能就是战斗技巧 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快速开两枪 然后用什么棒子棍子都能比同伴多抡一层 比其他同伴的伤害都高 第四位角色是斯坦利·琼斯 18岁 这个斯坦是一个性格和蔼 喜欢独处学习成绩垫底的人 属于老师嘴里那种 你看着挺聪明的 就是不好好学习的点重点 算是整个高中里边矿科大仙了 编程能力挺强的 可以通过黑进电脑主机 帮自己和同学收费改成绩 他的特殊技能是开锁 这个在第二代里边也是 基本上所有的索特能撬开 然后第一部最后一个角色是乔什卡特 他年龄最小只有17岁 性格内向乐观 是一个喜欢调查的人 尤其喜欢八卦 他空闲时间不是在看科幻小说 就在拍电影短片 在第二部的故事里边 他没有作为出场角色 但是在一个彩蛋短片里边出现了 这个乔什的特殊能力是搜索 基本上他进入每个房间 都能发现全部的隐藏物品 在这个第一部的2003年的时间线 依然有学生被偷偷抓去做实验 比如说这个具体信息不详的丹 以及主角团的肯尼 在故事中 学校的生物老师 瓦尔登教授 意外的发现了 学校地下设施中的秘密山室 在这个过程中还被感染了 他在逃离地下的时候 把神社的门给打开了 导致很多变异体逃出去了 而咱们这个第一部的故事 从主角肯尼失踪 到主角团五个人战胜了变异的 伦纳德弗里德曼 也就是短短两天发生的事 实际上主角团其他四个人 开始调查线索 到最后五个人逃出生天 也就是一天一夜的时间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看看我几年前 讲的第一部的主线故事 好的 那么关于恶业杀鸡 第一部的暗线故事 就到此为止了 咱们下期视频 回见